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就说说什么呢 说说这个台湾第一黑吧 那得算那个陈水扁了 现在大家公认的 为什么今天说陈水扁呢 因为他这个禁食过了七天 超过了我的记录 所以呢我准备研究这个问题 你也禁食过 你不知道吗 现在大家都比啊 那个谁啊 那个施明德 就说他这个禁食到第五天就送医院了 跟我怎么比啊 施明德当年是禁食四十一天 你知道吗 后来人家又有人说了 说阿扁呢 禁食他有经验 说他二十二年前 这不是坐过牢吗 美丽岛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他禁食十八天 说现在啊 毕竟是上了岁数了 这个 闻到这个资讯 我不确定 因为他美丽岛时候 他没有坐过牢 他是律师 他是应该是坐牢的时候 是那个蓬莱岛案 是他告他毁谤 他毁谤一个 哎呦 是后来的事 对对对 1986年 陈水扁因为蓬莱岛毁谤案入狱 从8月2号到8月19号 陈水扁一共绝食 十八天 对 因为那个美丽岛是70年代末期的事 他就是那时候变成英雄了 也是那时候开始欺骗很多人 包括我的感情 我那时候在台湾读大学 那时候文道已经回来香港了吗 美丽岛 美丽岛跟蓬莱岛之间 80年代中间 我还在台湾 反正我那个读大学的时候 大学生理想主义 那时候几个人没有绝食 那时候看他们整天喊着绝食上街 我们反正没事干 上课跟上课之间 总要去臭高兴 那时候英雄偶像 谢长廷 陈水扁 年轻 口才好 讲话非常幽默 风趣 那时候就看着他理想的化身 所以这次陈水扁变成 从英雄变成台湾第一黑 我们感觉是很差的 很难过的 几乎想陪他绝食 所以我就觉得 当然观众切勿模仿 不能提倡不吃饭 但是而且我跟阿扁 我们的特殊材料做成的 因为我很好奇 我到现在我也弄不清楚 就是我曾经七天不吃饭 你抗议什么 当时我抗议肥胖 那个时候我大概29岁左右 那个时候 他在广东 就是我体重168斤 然后一生气 说不吃饭 七天不吃饭 七天不吃饭 就是喝过菜汤 喝过一次菜汤 但是我的感觉 我比阿扁强多了 我那个时候 还在电台主持节目 你明白吗 一天我主持 两个小时的直播节目 而且 没事 后来我看这个 我不知道当时 我是看了本杂志 说有一种气功 说进食的同时 练一种叫什么龙腾功 我跟着练了练 我不知道是不是 那玩起 我想主要是 你当时真的是太胖了 这个储存下来的脂肪 跟能量烧七天都没烧完 但是我七天没吃饭之后 一斤都没瘦 不像阿扁 这奇怪 我至今都百思不得其解 而且我后来 我研究不吃饭的一个现象 就是红衣法师 李淑彤 是吧 人家苏家名也叫文涛 他在出家之前 也是尝试过两次 好像是进食 他的反应跟我差不多 就是我当时的感觉 头三天是特别饿 就好像过了第三天 反而觉得没什么 甚至觉得上楼梯啊 生清如燕 对 有没有感觉 我听人家说 假如你绝食 或者说进食 超过三天四天 头脑是特别清醒的 没错 整个人想东西 思路快很精准 你有这样感觉吗 有有有 很多人都这么讲 到四五天 好像不大觉得饿 而且就是觉得脑子很清醒 对 闻到你这个搞修行的 你们也有断食吗 也有断食 但是我没做过 我只是过五不食 狂食 闻到的法门很奇怪 狂食 闻到好像快要出家了嘛 他很好啊 他那个布施嘛 法布施 他也劝我一起去短期出家 对 我劝过他去 可是我一问闻到 那出家是禁语的 不讲话 我说不行 就比禁食还可怕 而且我一个人到无所谓 你想象一下去那出家营 碰到闻到 人不讲话吗 碰到又想到文涛 我就以为在讲三人行 以为在做节目 是吧 我说不行 我们也分开出家 对 咱还先说说人家这个阿扁 阿扁这算出了家了 都没跟老婆孩子在一块 而且人家现在还说呢 施明德呀 还有邱毅呀 都在讲 就说你这个看守所 为什么不给阿扁这个强制灌食 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现在打营养针 好像打营养针的 还是阿扁自费的 自费 就说打营养针 然后呢 台湾就有人批判 说一人进食 千人伺候 说收押他的第一天 一千多警力 这警力一天三顿盒饭 就吃了二十多万新台币 他不吃饭 别人得吃 他不吃饭 说到最后这个 三千警力到第五六天 吃了大概有六十万新台币的盒饭 所以就为了阿扁一个人戒食 可是我跟你说 你想想看 你要是强行惯食的话 你说不准 在这个肢体的这个冲突 或者按着他的时候 他又突然说 我又给你们罚警打了 这只迫害了 对不对 谁敢碰到一根寒毛 可是话说回来 我觉得这一段时间 可能阿扁 他进食 假如是真的话 身体当然不好受 可是我觉得他精神非常爽快 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台湾很多 曾经看到扁 一起工作过的人 都是这样说 扁是出名狂 他说他一定要见报的 他说只要三天 在报纸 电视媒体没看到自己的形象 他就不高兴了 可是看到的时候 就非常的爽快 有一个人说 他学校每天 说阿扁选台湾总统的时候 有个人每天去他家 开会 他说每次去 一进门 要看到阿扁 跟他老婆吴淑珍 说去那边 只要电视 一出现他的新闻报道 两个人马上叫大家安静 不讲话 两个人看着电视 大家都算了 是看着笑起来的 笑咪咪非常陶醉 沉迷 觉得很自豪 自己出现在媒体上面 所以现在这样爆发 进食 一级偷 我觉得可能阿扁 是非常高兴的 果然是有问题 我们很多主持人也一样 一个人到这种地方 太喜欢照镜子 他是应该去看医生的 而且呢 这个我听他们讲 就是像这个施明德 邱毅 还都说 说是给阿扁 他们说应该插管子 插管子给他灌食 说给他灌一次 相信他就不进食了 说为什么 说是那个 你知道那个剧痛 就原来给他们 就说像施明德 说被插过 三千多次管子 就强制管事 那管子从鼻子里 那么插进去 就插得很痛 说比兽刑还疼 所以你想想看 你对他这么搞的话 他肯定说 你在迫害他 没错 说太可怕了 我跟你说 我刚才看 其实我现在觉得 对这个阿扁 台湾人 其实是 或者台湾司法 有点怕 有点像 沉默的羔羊上 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因为就说 这个人呢 实际他太精了 不知道他那个脑袋里 又赚什么招 我刚才看一个台湾 传过来的一个节目 就说 说阿扁 不是说那个法警 什么扶了他一下 他说法警打他吗 当时他一进 这个 这个这个法庭 他说法警打他 三个检察官 同时说停 赶快给他 给他验伤 这个事不能 糊涂过去 要不然传出去 又该说什么什么 就已经对他 就到这种 非常戒慎恐惧的 完全不知道 他能干出什么事 到这种程度 其实这个也是 陈水扁的一个 制造的一个迷思 就是过去几年 在台湾呢 关于陈水扁 跟民进党 一直有几种说法 比如其中一种说法 就是说 他们是赢不了的 就是你要跟他 玩选举 你一定玩不过他 为什么呢 因为每次到最后关头 他一定会搞出 个什么东西出来 像这一回 民进党被选下来之前 你想想看 明明之前 民意调查都显示 国民党是能大胜 但是所有国民党人 都觉得不到最后一刻 真的是点票没点完 你都不敢讲 就算点票点完了 你都还不知道 他能怎么样 就所有人 对他形成这个印象 已经就你真不知道 这人会做什么东西 我跟你说 你从反过来 这个这个道理 反过来说阿扁 我也是发现了 他身上有一种 其实我们叫什么呢 生命不息 战斗不止的 这个意思 就是不到最后一刻 他不会停止 永不言败 永不言败 那最后一刻 要更夸张的说 最后一刻 他都不停止了 我们看台湾 有个名嘴 胡忠信 以前跟他 以前跟他一起 也常上我们的节目 对 他从那个 拜选台北市长 到选总统之路 就每天跟他在一起 台湾之子 这四个字 也是胡忠信 替他问出来的 然后那个书也是他写的 他写的那本书 叫《权力的傲慢》 后来翻脸就写了 对不对 他就说阿扁那种 斗志 第一个 我们刚说了演戏 阿扁他说 胡忠信说 阿扁亲口跟他讲 我是演员 因为有一次 阿扁不晓得 讲了一个什么话 胡忠信说 你怎么这么讲 好像跟你 开会的时候 跟我们讲的不一样 他说阿扁 阿扁就这样跟他说 没办法 我在演讲的现场 我注意到群众的气氛 那时候需要听那种话 所以我就演戏 他们需要期待这种对白 我就讲这种对白 演员的性格 第二个 斗 他就说 阿扁有亲口跟他讲 说 我就是要斗 我就是快乐 我不斗 我不快乐 所以我们看他选 他2000年选举的时候 民调啊 全部是宋楚瑜第一名的 对 连民进党里面的人 都对他根本不乐观 所以他的斗不得了 所以他不是选毛主席 就是与人斗 与天斗其乐无穷 那他格局太小了 这就要说说陈水扁 他格局小 但是他确实呢 可以授予台湾感斗奖 是吧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刚才嘉辉说的台湾之子 说阿扁呢 我就觉得 我那天看到他这个手铐拿着 哗一下 这么出来那一下 我觉得我这个心里 哗打一个闪 我好像一下子就 看出他是什么人 某种意义上说 他真是台湾之子 他是 我不知道这种人呢 在台湾有多少 但是我见过 我也听我的台湾朋友描述过 就是台湾 甚至包括这个闽南 有这么一种人 往往是草根 就是农村里的孩子 但你要知道农村里的孩子 他往往有一种特别的那种顽强 而且呢 就是不认输 就是赌到最后 他也不认输 但是呢 他的特点是什么呢 你看就像台湾的那个一样 就是他台湾人总说自己都说格局小 因为弹丸之地嘛 很小的一个岛 他从一个小村里这么打拼出来 你比如说你不能期待他身上有什么 比如说国际观 全球观 或者是什么国足大义 这些个东西他不一定有 但是他有一种血液里的那么一种 你叫能叫彪悍吗 还是叫什么 就是说他就是不服输 打折虽棍上 我就是不认输 就是爱拼才会赢 我想起来前几天 在香港有一个政治哲学的研讨会 就两岸三地一些学者来 那么这里面有一些台湾学者呢 就曾经跟阿扁他们很熟 比如说也甚至跟邱一人 他们做过同学啊 什么在聊阿扁的事 我们那聊的时候呢 有发现有些大陆学者不大明白 他们就说这个陈水扁 怎么会堕落成这个样子 觉得他当初应该是个有理想的人 你不管他的理想是什么 但他是个有理想的人 为什么后来变得那么堕落呢 但是台湾学者呢 就马上说错了你们 他从来没有理想 就他们的看法说 他是那种从小要 他们用这么一个说法 他是那种从小考试要考第一的人 这种人他说他不是为了理想 他说他就从小就要排第一 然后念大学的时候呢 他念法律 就法律本科以外的课本以外的东西 他绝对不碰 他也不看别的东西 他就只搞好自己要搞的东西 为的就是爬到最高 可是这一点我经常听到这种论点啊 我都心里都打个问号 怎么说呢 因为我还是要为了早期的陈水扁 然后谢长廷他们来辩护一下 早期他的偶像 对 为了我少年的梦 因为很简单嘛 当时国民党的统治的情况下 太糟了 第一个太糟嘛 第二个他们都是青年才俊 从大学已经考上那个律师 还是法官的第一名 一级上来 国民党多少次跟这些人招手 假如你说他没理想的话 很简单嘛 我去投靠国民党嘛 当官也好 当什么也好 他加入过国民党的 那不一样 可是后来当美丽岛的时候 我们看回从省美丽岛那些档案 多少次找他们去谈 给他们当什么大法官 给他们当什么高官 有多少的机会 那一群人啊 包括陈水扁 谢长廷 后来很多变得很不堪的人 其实在当时那种格局上面 上面他们拒绝国民党 我觉得已经多少有这个理想成分 包括当时阿扁有曾经说嘛 他不是前一阵子 还替吴时针辩护吗 他说阿珍绝对不是一个爱浅的人 不然的话不会嫁给我这个穷小子 可是这也难理解了 假如你说阿珍从开始爱浅 当年的确是嘛 大珍年轻修别说啊 蛮漂亮的 表哥啊 可能你看到都觉得 还不错 我们灵魂到女人是会老的 对 那种变化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很难说 他们是全部 从来没有理想 我这个是打个问号 第二个呢 我觉得再从 要假如说要坏 要说变坏的话 不只阿扁 他们那群身边的人 包括那些企业家 多少钱几个一几个一去买官 或者说给他们证据现金的人 所以你觉得他是曾经很有理想的 他的意思就是曾经有过理想 权力使人腐败 这个然后整个制度上面 因为当整个监管的制度 完全不严格 完全不严格的时候 大家以为说有这个漏洞 人嘛受不住诱惑 不只要扁 还有他身边那些童子军 我们朋友们都说 那些童子军三十多岁 跟着他扁上谈那一群 大家都穷学生 一帮官一年之后 带个表是两百万台币 完全不避讳 问题是说很有意思 他们不避讳 为什么呢 不晓得 觉得正常 所以这是制度的漏洞 他们觉得说 这个我拿到的 然后也没人监管 所有你看不然 稍微在一个制度 比较严谨的格局上面 那些机构 那些企业 怎么会那么明目张胆 送那么多东西给阿曾 所以是整个制度 成为一个很大的 诱惑的黑洞 那大家就忍不住去跳下去 而且还有一点 不要忘记 以前的历史 看来你看他们到现在 辩护的理由都是这样子 包括他的支持者 都说 以前国民党也可以 姓长也可以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这样 所以整个历史上来 又有这个空间 他们就这样做了 可是我有另一种想法 我觉得我们不要把人的欲望 跟贪念 看得太简单 我不是想污蔑 所有目前在台前 我们看到有些 为理想而奋斗的人 或者怎么样 我是想说 有时候一个人 就算他今天 他就像当年的阿扁一样 他拒绝了权力 给他的好处 他就是要保证自己的清廉 自己的理想 站在街头奋斗 这也不一定是一种不贪 就是说 贪什么呢 贪另一种知识分子 有时候有一些知识分子 我们身边也都见过这种 就是他会说 我是一个清流 他要保证 我是一个清流 我要保持我一个理想的 味道之士的形象 这有时候也能是种贪的 就是说你在贪的某种的形象 你在贪别人对你某种看法 你可能年轻的时候 你不觉得钱是很重要的 你年轻的时候 你会觉得生育 贪民 民要比利来的重要 等到年纪大了 老了的人就开始贪利了 我觉得这个要从这点来看 就是人的贪面 是有时候连自己都能骗 而且人家台湾人讲 说是阿扁给一名叫精算师 我记得过去 我们管林彪叫精算师 就没打一个账 他跟电脑一样 他就算这个得失 但是阿扁可能是算他个人得失 就像你刚才说的 就说能贪钱 我就贪钱 贪钱败露了之后 还能贪什么 我是曼德拉 对吧 贪名吗 所以刚才我还说 你们信阿扁敢不敢死 是不是连死 他也会算一算 就假如说死了 能不能贪死后的名声 他在乎不在乎这些 我个人是觉得 先说我的看法 我觉得他不会选择死 因为我觉得假如阿扁 是一个 你文涛刚说 爱聘才会赢 整个台湾文化上面的产物 台湾自治 最令他快乐的是要斗 所以一定是楼德清散在 才可继续斗 他才能继续斗下去 当他知道选择这个死 就算死后 你给我叫什么 好的名声 伟大的名声 对他来说 我不过瘾 我真正令我有快感的是 爱斗这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 他不会选择死 可是他会选择装死 假死 假死 对 所以报纸上传说 说阿扁 见识到第五天 是自己要求去医院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大家现在在算 说阿扁 绝食 这个七天 是吧 先是瘦了八斤 一下子减肥八斤 然后一打营养针呢 哐又涨回三斤 然后精神 现在说精神大震 不止绝地反攻 现在开始 但我想他真的是那种 不到最后关头 他绝对不会认输的人 那么所以他当然也不想死 可是如果说真的有一天 比方说到了一个 注定要坐牢 而且可能是一个 无期徒刑 如果真的就算无期徒刑 做了一半 放了出来的话 你想想看到处出来 名声也臭了 钱也没了 妻离子散了 如果两者比较起来 以他这种人 贪到这种程度 我有时候会想 他是不是那种 就是说他宁愿死 宁愿死的话 能够造就一个 在台独知者心目中 一个永远美好的形象 算一个英雄美名 对 英雄美名 因为有的人的贪心 是大于他对死的恐惧的 江辉博士 你亲眼见过这个阿扁 对 他后来2000年之后 有一次我们新闻工作室 访问台湾 有个聚会 十个八个人见他 交流了大概15分钟 坦白讲讲什么 完全不记得 为什么呢 我的普通话 我看他听不懂 他的普通话 我也没有听得懂 我最大感觉 就是那两个字 傲慢 而且他特别不喜欢香港人 特别痛恨香港人 他觉得 你们香港人 你看 就所谓的回归了 不像我们 我们不愿意做香港第二 我们自主了 对 他一直拒绝 做香港第二 他经常说 我们台湾 不是香港第二 这样子 非常痛恨香港人 你能感觉到 他的这个 待人处事 这个傲慢 对 非常傲慢 眼睛往上看 你要开口批评香港 完全瞧不起香港 因为他最强 因为他最大对手 是马英九 香港叫马英九 是马英九 是马英九 是山水 他死定了